我们欢迎下一位爆炸人 大家好 我呢叫做曾凌晨 现在是一个两岁的成年人了 怎么叫两岁 因为我二十岁啊 十八岁加两年 不就是两岁的成年人吗 十八岁加两年 不就是两岁的成年人吗 我的妹妹 赢了 这别棒了 然后呢我的座右铭是 没有学过播音主持的表演戏学生 不是一个好歌手 所以你又会主持 又会表演又会唱歌 因为我小时候属于 比较害羞的那种人 然后一直没敢跟我妈妈说 我特别喜欢唱歌 我妈就带我学了什么 素描呀 国画啊 红绿丝啊 然后高考考的 高考考的播音主持 然后莫名其妙又被分到了表演版 你其实是学表演的对不对 对 我觉得你应该演话剧 我的人生是不是听着很刺激 亲爱的 当然刺激 必须的 还是个意志篇 挺有意思的 那你喜欢什么 你问过自己没有 我当然喜欢唱歌啦 因为我觉得我唱歌是一种天赋 特别好 我就是喜欢特别有自信的女孩 从小就有天赋是吧 对对对 其实当年是也是看了那个 韩洪老师唱了一首天亮了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我就哭了 我妈在旁边整个人是懵的 哎呦我女儿咋哭了 哎呦我女儿咋哭了 然后后来就听她跟我讲这个天亮了的故事 我就哭得更厉害了 嗯 所以我觉得音乐是特别打动人心的东西 我想去更深入地了解它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也就是说在表演播音和这个演唱方面 你更喜欢用音乐这样的方式去传递你的情感 对对对 我从小到大学了这么多东西 就是同学在看来是我在走弯路 但是我其实觉得故事 这是对我人生的一种累积 对啊 然后现在我就更加坚定我的音乐梦想 对 你是哪人 我是湖南人 湖南妹子 湖南妹子 我也是 因为河南西 你们都明白了 要我说都知道了 就直接来吧 那个先介绍这边的 这个就是臭豆腐 因为我带的是真空包装的 所以就不好意思委屈你们仨了 只能吃个真空包装的 你要介绍一下 这个 这个是全国各地都有的 这个叫绿豆糕 这个是分南北两种 就是北方的它就比较干 然后南方的它很湿 然后这是我们湖南刚推出的那种 就是表面做的跟南方的差不多 但咬上去它是干的 懂吗 它就是 对对对 这是啥 这个是灯芯糕 它能点燃的 能拿打火机烧 然后从第一根能烧到最后一根 刚好24小时 灯芯糕是什么做的呀 这个是糯米 然后肉桂 就有一个故事说 说是我们湖南乡台 有一个穷书生 然后他当年是附近赶考去了 然后回来之后 发现他妈整个人摊在那 然后嘴里咬了一根灯芯 他就在家里翻 翻一些什么糯米粉啊 什么的当场膜 然后做了一根 长得跟灯芯差不多的东西 塞他妈的嘴里 他妈就好了 那个病也好了 然后从此以后 这个就在我们湖南 成为了一种名贵食品 我觉得你可以去演喜剧 对 你好 你这样的个性 真是光唱歌 可能不能足以去 触发你的状态 对啊 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 不要压抑 再来一块 那我可以吃一个 你要说你能唱好 你就吃一个 你的账单是什么 你们先跟我说说 我的账单是 包一笔音乐学习的费用 多少钱 四千块 四千块 你吃哪个能唱得好 辣的吧 湖南人吗 我曾经问过 李补一老师 我说您天天吃辣椒 您的嗓子瘦得了吗 他说不吃辣椒 怎么唱歌啊 对啊 不用道理啊 好的 那就把舞台交给你了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二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 我都会期待 唱歌的蟬 嘿 把星星都吵醒 月光晒得很凉快 就是这样会一起来 第一次告白 穿嘎的我看 还长得很哲学 对你其实很可爱 你说活在明天 活在期待 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 我说我懂了 会不会太快 未来第一天要展开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呼吸惨快 正在闭上的教会 因为你而有解释感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都飞起来 爱是听众的魔法 第一天的全真色 在它都是永远那么灿烂 你有130秒的挑战时间 来 那个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了 多少钱 四千元学习音乐的费用 四千元上学学习音乐的费用 好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 有刁牌出军洗衣业 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一旦失败 也会获得 有刁牌出军洗衣业 提供的精美礼盒 加油了 加油 加油 130秒 来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没有问题 好 好 可以 可以 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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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样的 一 上 八文 对 不关键 那种也很重要 来吧 可以的 迈开大步跳上去没问题 追 好的 迈过去 没办法遗憾地宣布这账单也取消了